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韵文说故事的风格更让他的作品读书一格 一年366天 郝广才著作《今天》 诉说每一天真实的故事 放弃高薪与优渥生活的蔡生伦 回到慈祭发挥设计专长 以正言圣人的智慧为发想 研发出静思多功能浮会床 并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最高品质奖的肯定 静思书轩邀请您 一同进入创意的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光荣 很荣幸 来受邀来主持这场心灵讲座 那谈的是汇出生命的蓝图 谈创意 那我们都知道最近那个创意 这两个字非常的火热 包括我们近来都在谈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方向 那全世界呢也把创意 这种东西视为未来一个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包括英国所谓的创意经济 那我们也知道创意它不只是一个经济的动能而已 它对个人的生命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甚至是个人的志业 甚至是个人生命的一个丰富程度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两位这个对谈人 一位是郝广财 郝仙 那我跟郝仙非常的有缘分 就因为我当初在中国时报主持文化版的时候 郝仙的格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的一个公司 那它因为它本身出版的是儿童绘本 那我们知道绘本它以视觉的方式来启发 来启发儿童的这种感官的知识 那郝仙自己也曾经在国家文化总会担任过副秘书长 所以从文化跟创意这方面 它是一个非常 这方面一定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那我们另外邀请到的语谈人 就是这个蔡生伦 蔡师兄 那蔡师兄他本身从事的是医疗的建筑设计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后来呢他又投入这个我们词记的一个制业的一个推广 然后他把他的这个所学经济援引过来 那现在呢做了非常多的创新性的突破 那尤其包括这个福慧床的设计 得了德国这个红点奖的一个肯定 所以这方面的创意也是 他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他的一个创意的过程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意本身 它的一个养成的经过呢 它跟从小的时候的一个环境 乃至于这个家庭教育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想请教是 郝先生您小时候有怎么样一个养成的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呢 到后来怎么样影响了你去投入这样一个儿童绘本的一个工作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路历程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 或者对我最大的好处 就是对我没有什么期待 就是所以基本上我就得到比较高的自由 我父母就是做生意非常忙碌 那只要我不出事就没事了 那就变成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基本上都还可以 那用钱这件事情 就是你慢慢就会发现说 好 如果你现在要花钱去买玩具 那就要商量 谈判 可是如果你现在 我说我要花钱去买书 很贵的书或者看起来很奇怪的书 再贵都可以买到 慢慢孩子就会受这个影响 往这方面去 那我后来想要从事绘本这些 跟我原来所学也不是直接有关联 可是我的父母并没有什么意见 我要读哪个科系我父母也没什么意见 反过来反观其他人的父母麻烦在哪里 就是他介入太深 他把每一个孩子要读什么 未来要干嘛 从幼稚园开始他就给他安排好了 这就很麻烦 所以我其实想提醒就是说 照那个写先知的那个纪伯伦讲 就是孩子是你生命的剑 你只是公 那上帝等于是弯你这个公 把这个剑要射出去 那这个剑一旦射出去以后 就跟你没关系 我们做父母其实是一个公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 可是你看我们从小孩子 音乐美术都不给他上 他将来怎么会搞文创 你怎么会有文创人口 我现在感觉说教育应该把老师的观念改掉 要把老师当教练 教练不是说来每一个球员来都要这样打球 不是说你是左手的那你去守一蕾 你是右手的他不可能派你去守一蕾 因为这样会漏街 就是看你的才能跟天分方向去发展 如果每一个老师或者我们从事教育员 都把自己当作教练 心情就不一样了 我就是这一点分享 其实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父母 就是管得最少的父母 谢谢 谢谢好心的一个分享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来请教这个蔡师兄 你的父母也没有教你什么书画音乐吗 或者是他怎么样一个方式在培育你 首先主持人我要很肯定地在这边讲 就是说我的父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母 记得晋诗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懂得感恩父母的孩子 就是最有福的孩子 我记得我们从小的时候四个兄弟姐妹 包括亲儿啊生行 那小时候为了爸爸为了培养我们的人格的养成 包括思维的养成 其实刚刚郝老师也有讲 不是说爸爸全部都要求我们非怎么做不可 而是他给我们一些规范给我们的一些思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那从小呢爸爸培养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就是暑假从来不空过 为什么呢就送我们去学书法学语言打字 那小时候就爸爸送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回来台湾 那一国小学国语其实就是为了有不能忘记我们的本来就有的那个丰富的一个人文 爸爸并没有父母亲也没有要求我们非走哪一个行业不可 而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些空间是思维 就刚刚跟郝老师讲的 不会去限制孩子要走哪一条路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是着重在一个心灵的一个养成 因为我们现在的父母有时候总是做了一个过大的期望 就是希望说小孩子我未来希望他做音乐家 做一个伟大的像个朗朗像个李云迪这样子在舞台上面 这样绽放光芒 他就设定了然后就给小孩子非常严格的教育 甚至逼着他每天都练多少的琴多久的琴这样子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回来请郝老师来先分析 就是说您做这个主要这个格林文化 那我们听到格林文化格林这两个字 很明显的它就是跟格林同化好像有点关系 那我们想请教说郝先生那您从事这个儿童绘本 这个绘本你觉得它在这个儿童教育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 绘本可能是孩子进入文学或者思考世界的第一个东西 因为他很小就开始看图了 这时候他还不认识字 还没有到文字的这些思维 那其实他就用图像来建立这个思考的世界 那我们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没有图像思考 其实我们直接就跳文字 那么好了 那所以到最后你的文字通常没有图像能力 你看最好的文字留下来的还是在描绘图像 好像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中灭 孤舟梭零雍 独调寒江雪 他没有讲他在写什么 他只描绘一个图画给你 那你自己去对应 那你如果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终身到客船 如果你没有相仇 你当然就对应不出来 所以小时候孩子只看到那个图像对应不出来 等到他以后有相仇的时候才会对应出来 那我们缺乏图像的时候思考进入文字以后 那个文字会非常无聊 因为它没有感应 你看好的文字出来就要很强烈的对比 比如说大海捞针 大小有个对比出来 这个都跟图像思考有关 当有图像思考的时候 你整个文字也好或什么就会更生动 还有图像基本上比较自由 因为他并没有一定的规则跟文法 所以他基本上比较自由 那如果孩子在这个小的时候 没有进入绘本世界 将来他要进入文学世界的时候很难 什么意思 他只能背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我举个例子 像我会每个礼拜给小朋友教他们写作 我的教法跟人家不太一样 像比如说我们都会背唐诗 那个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窗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每个小孩都会背 可是他知不知道意思 也知道 可是他这一生有没有用过 没有 从来没用过 这些东西本来是拿来用的 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就让孩子实验是说 好 你们都会背 然后也知道意思 那我们现在照着李白这个意思 写一首诗出来 但是不用押韵 还有绝对不可以写月亮 好 那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小朋友 二年级 他写什么 他说天上的白云 好像会飞得棉花糖 我抬头看着天上的白云 低头想起 去年暑假 阿嬷带我去吃的那碗爆冰 这就是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想 他不只学会这个描述法 他也学会了李白 拿什么东西来象征他的乡愁 思念 有一个小朋友就写说 那个电线上的麻雀 好像会飞得阴浮 我抬头看着天上的小鸟 低头想起一个人 在房间练吉他的表哥 你看 他们就学会 他们就知道 这些东西是拿来用的 我们现在就是学了一大堆东西 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教他用 当你没有教他用的时候 这个教育就只有什么 记忆 就是只记下来 理解 我懂 可是没有表达 没有创作 比如说 森伦兄一样 他可能学得很好 可是如果没有叫他去设计 浮会床 或者特殊的文章 他就没有用 他学的那些只能传达 有用的时候 他就有创造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然后我要提醒的就是说 现在真的 我看了我们的教育就比以前更糟 因为我们的家长越来越有力量 你看最近德国都有法律出来明文规定说 家长不可以介入孩子的作业 就是你不可以帮他改作业 写错都不可以帮他改 否则老师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 还有你看 美国英国都是规定幼稚园不可以教英文 德国规定幼稚园不可以教德文 先进的国家都是这样 我们呢 全部提早在教波波摸摸 还不只教波波摸摸 提早教英文 我现在看到有些很贵的幼稚园 孩子一个礼拜要背100个英文单子 我现在讲英国美国人都不准 他们的人提早教英文 我们在这里不只提早教中文 还连英文一起教下去 结果呢 几十年下来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别人的教育的方向 我们不是 我们继续这样 最后你看在小学一进来 老师就看 说你们这几个为什么在幼稚园没有学波波摸 本来是这个老师的责任 结果不是 他变难度 结果我们提早让他会 他有没有比较厉害 没有 他将来只会更笨而已 所以我做绘本这些 其实当时希望就是说 能给孩子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他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这个 将来面对社会的这个控制 或者不当的规则 他只要那个种子还在 就有机会穿出来 限制还是有的 限制可能跟品格人格有关 但看你怎么限制 反过来你怎么看一个孩子是不是被宠坏 一看就知道 就是好的孩子会怎么样 比如他现在有事情 妈妈在做菜 他会跑到厨房来跟妈妈说 妈妈我要喝果汁 好可以 不好的孩子 宠坏孩子是怎样 他在客厅里叫妈妈 然后妈妈跑过去说 宝贝你要什么 我现在讲的意思 孩子也是一样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父母是怎么教育的 所以限制还是有的 但是那个是在哪一个空间里 让他自由的发挥 这个是不一样 就要限制什么 行为可能要有一些规范 可是想象要有自由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 就是行为没有规范 然后想象不自由 就是这样 差别在这里 说得真是太好了 请大家再给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 那不知道大家 听了两位大师的分享之后 听了我们蔡师兄的分享之后 大家有怎么样的问题 想要请教他们的 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郝老师 我想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其实小朋友 可能有很多的梦想 那包含我们自己 也可能有这样子的梦想 那不管在工作上 或者在职场上 甚至整个现在的教育 方面可能会让我们家长 可能连我们自己 都有时候在坚持的路上 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点 自己有点怀疑 就是这条路 我的坚持是不是对的 甚至小孩子的有些作为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开放式的 可是我们 也许没有办法看到那么远 那加上现在的环境 其实给我们有一些讯息 不太正确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面对 来坚持一些 不要让教育真的去 扼杀了这些创意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力量 坚持下去 谢谢 我的建议还是要多读书 就多吸收资讯 因为有些事情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才会怎样 动摇 我举个例子 英国的一个学校 那一个校长叫Paul Kelly 他做什么事 让全校的同学成绩提升25% 他只做一件事 跟时间有关 就是延后上课的时间 十点才上课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怎样 睡比较久 晚一点来 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现在已经有大脑的扫描了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已经知道 青少年的脑 在早上十点以前 是不会醒过来的 所以他越早到学校 他头越昏 那为什么说什么 一日之际再于晨呢 早睡早起精神 这个规则都是老年人定的 老年人就是四点半就起床 他不是不想睡 是他身体的退黑激素不够 好 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有人反对 家长 老师通通反对 他怎样 一意孤行做了 结果成功 他又做另外一件事 也跟时间有关 又让学校的成绩提升百分之十几 为什么 把上课时间缩短 就是二十分钟一堂课 现在已经知道 人脑的注意力的极限 就是二十分钟 所以理论上 我们现在讲的话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是完全不记 不知道在讲什么了 已经超过二十分钟 好 他要做的时候 也所有人反对 你知道关键在哪里 科学已经告诉你是这样 很明显的事实 但大家即使在英国 大家都不相信 他做成功了 其他人才往前走 可是我现在讲 我们已经看到人家这样 我们自己呢 我们在延长上课时间 我现在讲说 笨的不是说 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是你已经知道人家这样了 你还往相反的方向做 这个你就麻烦了 我现在讲说 你说我会不会动摇 我这样教育孩子 可是周边的孩子都这样 那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会不会倒霉 会 会 可是我们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 没有 这个世界不是只是家里的 所以最可怕的父母 就是每天跟自己的孩子说 哎呀 我的小公主 我的小王子 他真的以为他家是国王 出去以后才发现 不是 大家都是贱民 OK 那一样 释迦牟尼也是一样 他本来以为世界没有花谢 没有落叶 想尽人间美色 荣华富贵 突然出去才发现 原来有生老病死 他才思考怎么回事 我现在讲一说 我们要让释迦 让孩子像释迦牟尼那样 受到冲击吗 不用 因为释迦牟尼 已经走过这个路了 我们不需要重复他的路 我们不需要坐到 菩提树下苦修才能悟到 不用 因为释迦牟尼跟你说 这样 所以你不用重复 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不用重复 所以我每天鞭打自己 体会耶稣的痛苦 不用 他替你苦过了 你现在就站在他的肩膀往前走 否则 人类怎么进步 所以 我们现在会害怕 会动摇 通常都因为什么 外面资讯太少 还有你要看远 你的孩子现在 别人会啵啵摸 你不得不幼稚园先教吗 不 你不教 到了一年级 他可能会被老师歧视 或者他会跟不上 可是又怎样 他未来 哪叉这一下 啵啵摸 就看你看不看得远 还有 你可以去改变学校啊 好像我刚才讲 Paul Kelly这样的校长 大家就会跟嘛 跟得慢的 就没办法啊 就活乖 意思就是这样 你要有工具 现在人家已经有车子 你偏要说男子汉 就是要用走路的 那你就没办法 我再讲一个 版本龙马 前一阵子 大家看了 日本这个木墨 这个违心的 最重要的人 他当时就是怎样 你知道吗 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 他就笑他朋友说 现在 没有人再别那个大刀的 都是别小钛刀 就是短刀就行 他朋友问他为什么 他说现在打架 男友约在野外打 都在室内就杀起来 那日本房子这么矮 你那大刀一弄卡 就卡住了 所以小刀一戳就死了 他朋友感觉有道理 隔天就别着小刀来 他跟他说 你这个很落伍 他说怎样 他就拿出一把什么 枪 他说你看 这个才是未来 一枪你无意再好 练十几年 一枪要把你打挂 他朋友想要有道理 就去隔了几天 搞好不容易 搞了一把枪出来 就又来跟他喧耀说 你看老子也有枪了 结果版本龙马 做什么事 他拿出一本书来 叫万国功法 他说枪 只能打死一个敌人 输才能改变全日本 就是他一直在变 所以当时 那个西乡龙胜 跟版本龙马说 你这个人很糟糕 为什么昨天讲的话 跟今天不一样呢 版本龙马跟西乡龙胜说 西乡龙胜 你这样才很糟糕 你这个人就是 知道一件事情 就坚定到底 这样不对的 因为时代会变 你早晚会被时代淘汰 历史的结论 是不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反过来我们也是一样 只要你让孩子了解说 世界有黑有白 有善有恶 有好有坏 那他就懂了 他的成熟度 就会越早出现 所以你就可以坚定 可是孩子的人生很有限 我们的也是 靠什么 阅读 你不可能谈过一百场恋爱 但你可以读一百本 爱情小说 然后你读的就不是 普通烂人的普通恋爱 你会读Jane Austin 会读傲慢与偏见 会读爱在瘟疫蔓延时 会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你的成绩会一直往上 你不用用生命做代价 就可以经历丰富的人生 何以读佛法 因为佛替你开拓 可是佛法的丰富 不是佛主一个人做到 是后面很多人去开拓 那一时的这个都是什么 我感觉我这样讲没有用 因为家长还是很怕 但你只要想到 你的孩子会长大 他将来不是现在这样 然后想想比尔盖茨 想想贾博斯 想想Mark Zobber 再想想那些平凡 平庸的人 你就知道你该做什么了 好 谢谢 真是太谢谢了 那不晓得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谢谢好先 以及蔡师兄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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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